这是个平行四边形,如果让它一个角是90度,那剩余的三个角必须都是90度,这时它就成了个矩形,你小时候学过的长方形和正方形都是矩形,矩形是有一个直角的平行四边形,所以平行四边形的性质像对边平行且相等,对角相等,对角线互相评分,矩形都有,但是矩形是特殊的,所以它还有一些别的性质, 比如四个直角就是它的性质,那还有别的吗?边好像没有了,那对角线呢?它有啥额外的性质?对了,它的两条对角线相等呀,那你能证明吗?嘿嘿,用这两个三角形全等,或者勾股定理也行,你看这俩边相等都谁,这条边是B,那这个直角三角形力,斜边是根号下A方加B方,这个直角三角形力斜边还是它,对角线相等, 这也是矩形的性质,那矩形的对角线就是互相评分而且相等,也就是说这四个斗一样,于是它就是个等腰三角形,其实这四个都是等腰三角形,这些就是矩形的性质了,边的性质对边平行且相等,脚的性质对角相等,而且四个直角,对角线的性质对角线互相评分而且相等, 其实,矩形既是个中心对称图形,又是个轴对称图形,你看这个点是它的对称中心,这么旋转180度跟自己重合,所以中心对称的条件都相等 另外,这条线和这条线都是它的对称轴,这么折叠一下可以重合,或者这么折叠一下也可以重合,因此轴对称的条件也相等 学会了矩形的性质,那就做个小题,练练手吧,如图,矩形ABCD,脚AOD是120度,也就是这个脚是120度,BD等于8,那这条边98,让你求AD的长度,也就是这条边的长度 既然给了你角度,那你就先求求角度呗,矩形的对角线相等,而且互相评分,那这四个都是等腰三角形,这个三角形里顶角是120度,两个底角就都是30度,那这三角形就是个30,60,90的直角三角形了,斜边18,这条边就是4,那这条边自然就是4倍根号3,这就搞定了,题目做完了,总结一句话,矩形最重要的就是, 有4个直角,以及对角线互相评分且相等,牢记这些性质,图儿们速速刷题去吧